《點心》有個故事 在古代打仗時 將軍為了慰勞士兵 做點心 現代我們的演繹 都是用心意去做點心 點心最主要是蒸 又有尖又有炸 又有焗 種類很多 我想做好點點心 讓客人吃 讓客人吃了會開心 我們點心最難的就是 一個記筋量 多過一百個筋量要記 看你做點心的方式 和結合去用 是不容易的事 工作不要怕辛苦 要勤力 不怕吃虧 應該多向前輩請教 因為我覺得點心 雖然現在做了二十年 都是不斷學習 我想去做好它 所以會有 心機和興趣繼續做 其實我都不覺得成功 只不過就是 學到很多東西 我覺得做出來的點心 就有客人欣賞 可能這樣就當成功了 是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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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為何人會在這裡 要是不容易 是不容易